欸欸爹老高出了你最喜歡的節目影片 聽說被噴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雖然我一向是沒在看 也知道老高畢竟是說書為主 有錯誤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但這回居然還下架道歉這麼稀奇 趁著Bilibili上還有的時候我就把它看完了 有些內容不吐不快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先講啊與其說是要批判誰 其實我更想傳達的是七龍珠的正確觀念 至少希望讓大家對於這部作品 或者是作者鳥三明老師的認知是沒有偏差的 一開始的生平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就是Wikipedia上的內容 不過這邊你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老高鐵定是沒有仔細看Wiki 或者說翻一翻就用自己的話講出來 因為他說鳥三明呢 他是拿星際大戰的訪畫去投稿少年Jump 所以沒有被刊登出來 因為他不知道不能這樣 你才不知道咧 鳥三明老師可能比較天真 但他不是白痴好嗎 事實上1978年鳥三明老師第一部投稿的作品是 Awawa Warudo 這部搞笑漫畫類的作品 看得出來已經有阿拉雷的雛形 至於為什麼是畫搞笑類 因為和故事類的相比獎金一樣 夜數只要一半 CP值特別高 之後被鳥島核彥 Torishima Kazuhiko 看上這件事情倒沒什麼太大問題 事實上他拿星際大戰的訪畫去投稿 就是這邊才發生的 因為鳥島叫鳥三明不管畫什麼 通通拿給他就對了 不然你真以為啊 現在會有人畫個復仇者聯盟然後去投稿Jump嗎? 動畫時期也很奇怪 一般人認知所謂的第一部應該是1986到1989共計153畫的Dragon Ball七龍珠 收尾在悟空和魔少年的對戰 而1989到1996年的龍珠Z則是以賽亞人篇開始到魔人普屋完結的291畫 至於為什麼會加上一個Z字? 周刊Jump是說Z代表了最強的感覺 但鳥山本人只是想趕快畫完 所以就選了英文字母的最後一個字 老高所說的2004我還真不知道要開始哪一部分 不要說畫面上的普通片了啦 2004連GT都已經完結7年了 不然就是他搞成漫畫的七龍珠完全版的收尾年份 哇我覺得我這個護航很可以 接下來就是七龍珠的故事了 前面其實老樣子沒什麼是不太大的問題 但是But 七龍珠並沒有什麼一開始就沒火的狀態 不如說剛好相反 早期小悟空的冒險比編輯部的預估取得了更大的迴響 這點在《龍珠完全版公式概》裡面就有提到 然而隨著讀者的排名下降 編輯鳥島分析後就如老高講的 覺得是悟空的魅力不足 隨後才加入了他對戰鬥的渴求跟這個… 經典的天下第一武道會 龍珠裡面與老比克一戰 悟空也並不是靠著貓仙人的訓練獲勝 而是喝下了帶有強烈毒性的超神水 在克服毒性後才有辦法打敗比克大魔王 這邊八成是跟悟空第一次爬卡琳塔搞錯了 第一次是敗在了淘白白的手下 想要跟貓仙人得到超勝水來提升實力 最後在貓仙人特訓下取得了超勝水 然而那只是普通的水 悟空事實上在訓練中就獲得了超越淘白白的實力 順道一提啦 貓仙人的戰鬥力是190 以當時來講算相當高了 在與比克大魔王一戰的時候 獲得超神水的悟空在官方設定也是持平的260而已 沒有到300 不過比起後面的問題 這個就其實無傷大雅了 打倒比克大魔王後代的魔少年 這邊其實動畫只過了三年 也就是1989年 不過前面就知道老高的時間軸很有問題 所以這邊就算了 接著進入Z的賽亞人篇 老高提到有兩個賽亞人逃離了爆炸的母星 分別是悟空和貝吉塔 事實上在納美克星上 多多力提到了貝吉塔行星爆炸真相的時候 有特別說是因為佛麗莎認可了貝吉塔的才能 特意留她一命 根本不是什麼不聽佛麗莎的話 神龍這邊也不太正確 地球神龍是一個願望 同一人復活一次沒錯 但是可以設定條件大幅度復活一批人 比如說你可以指定在某場車禍中喪生的所有人 納美克星的胖神龍則是三個願望和無限復活 但不能多人同時復活 後來天天來到地球設定的神龍升級版則是三個願望 但是在加入了條件式的復活後就變成了兩個 但我覺得這個錯誤就還好啦 畢竟我自己在查資料的時候 我也忘記了早期地球神龍只能一個願望 有了天天才變成三個 北戒王的兩個決鬥 戒王拳和元氣彈 然後因為元氣彈是光球 所以一發動讓貝吉塔變成巨猿 發發發發了一個扑街耶 如果賽亞人會因為光球變成巨猿 那每天早上起床看到燈泡貝吉塔 不知道頂拖天花板了好不好 當時是貝吉塔使用了一種叫做 POWERBALL的能量球 混入的氧氣可以製造出和滿月同波長的光線 簡單講就是什麼 人造月亮 這樣賽亞人就可以在一些沒有衛星 沒有這種月亮的地方作戰 他們才能變身 除了貝吉塔以外 劇場版原創的達列斯和遊戲中的貝吉塔老爸 貝吉塔王 都會使用POWERBALL這個招式 弗莉莎的話 老高用的這個畫面其實是他的第三型態 在整個作品中出現時間也最少 大家有印象的就是那個手指搓搓搓氣功 嚴格說起來弗莉莎應該是四個型態 所謂的一億兩千萬 指的是弗莉莎第四型態的 弗盧POWER100%全力以赴 不過考慮到有一些遊戲 會把這個權力模式獨立成一個名稱 好像你要稱他做第五型態 也不是不行就對了 然後這邊說兩人的戰術是靠 賽亞人的無限平死潛力戰法 悟空倒貝吉塔上 貝吉塔倒悟空上 欸不對啊 這邊悟空跟貝吉塔 壓根沒有聯手過好嗎? 嚴格講是貝吉塔和比克 以及旁邊幾個應援團在稱 直到貝吉塔便當悟空才從治療箱出來 而且比克治療是怎麼回事? 什麼時候比克都能當補師了 這邊治療的 是當地的納美克星人天天 也是我們前面提到 後來跑到地球升級神龍的那一位 希魯或者是賽魯篇的話 目的就不太對啦 特南克斯回來原本是要對付 人造人17和18號 因為他們在未來打倒了所有的Z戰士 還毀滅了整個世界 那時候的特南克斯 壓根不知道希魯的存在 不過希魯篇的平行時空論比較複雜 就是有好幾個平行時空 然後導致希魯回到現代 所以一直都是討論的焦點啦 這邊我們就先過去吧 講完了誤犯打贏希魯後 小莫還吐槽一句 超級賽亞人不是一千年才一個嗎? 這時候老高居然回了隊 他家就不停的出 Dragon Ball大拳擊補卷裡面有提到 而大多數的讀者也都認同 就劇場版的布羅里 才是真正那個一千年一個的 傳說超級賽亞人 喜歡殺戮與破壞 剛出生呢 就可以變成超級賽亞人 戰鬥力直接破壞 舊時代的七龍珠 也被當作是最強存在之一 然後就那個 超級賽亞人12345 欸不是耶 我知道Google確實查得到超賽5 但凡有看過七龍珠的人應該都知道 那絕對不是正史 他是同仁漫畫家 Yankujiji也有號稱楊書 所畫的同仁作品 新龍珠AF裡面的 講述的是GT3年後的故事 正常 應該是不會有人把它放在正史裡面啦 至於單體最強 以七龍珠本傳確實是 孫悟飯沒有錯 不過怎麼可能才四千萬 那每克星的超賽意都一億五千萬了 終極悟飯 可是能把普烏當狗打的存在 話說回來 我寫稿寫到這邊 其實我一下突然忘了耶 為什麼最後打小普烏的時候 終極悟飯沒有順便一起上啊 該是時間回去翻一翻了 啊 終於結束了 這43分鐘 哇好難熬啊 其實也可以理解 為什麼平常大家就稀哩呼哩的被虎弄過去 確實以聽故事這層面來講 老高講起來沒有什麼突兀的地方 只能說七龍珠呢 真的是所有人的童年回憶 大家都太熟了 熟到有些東西一聽就知道這個人 高機率是沒看過七龍珠的 有些錯誤已經難以用查證不足 或是憑記憶去掩蓋 就像超級賽亞人5啦 更是有不少的錯誤 你Google一下就有資料 只會讓人覺得 對七龍珠和鳥山明老師不尊重而已 但反正呢 喜歡的人還是繼續看 老高的影片就是嘛 外行看熱鬧 內行看頭痛 最後還是很感謝 鳥山明老師留下的龍珠事件 我是D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不過說句實話啦 雖然GT很多人都會吐槽 但現在想一想 超級賽亞人4的設定 還真的是比現在吃一龍珠超裡面那些RGB的頭髮顏色 還有特色多了 也有的 我現在想一旦 都會有好